新闻现场马上为您掌握最新的台风动态 今年第五号台风丹纳斯路径往东偏移 对台湾的威胁性降低 气象局在晚间8点半已经正式解除了路上台风警报 不过有另外一个台风恐怕要形成了 是位在菲律宾左侧的低压带 恐怕会跟丹纳斯的部分云系整合成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 不过气象局表示未来变数还很大 镜头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入夜后绿岛依旧起风但雨势减缓 就是因为今年第五号台风丹纳斯 台风路径往东调整 气象局周三晚间8点30分解除花莲跟台东的路上警戒范围 正式宣布解除路上台风警报 在与东边的对流云系同整之后 预期未来的路径也会向东调整 所以对台湾本岛陆地的威胁降低 虽然解除路径 但让人担忧的就怕未来有双台夹击 从卫星云图来看 目前旅宋岛左右两边有两个低压带 中间的丹纳斯台风受到旅宋岛地形破坏 高低层分离结构松散 部分云系不排除跟西边结构较完整的低压带 发展成第六号台风百合 除了可能成台引进的西南风还会预贯中南部 影响可能比丹纳斯还要强 气象局说两个系统是否互相牵引 未来变数还很大 不过丹纳斯周四周五就会北上逐渐远离台湾 说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星期四北部有间歇性阵雨 西半部则有短阵阵雨 南部跟东半部将出现雾后雷阵雨 尤其越往山区雨势会越强 周五旅宋岛西方的低压带北上 恐怕影响台湾为中南部花东地区带来大雨或豪雨 菲律宾西侧的这个低压在未来也不排除 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 并且在明天晚上到后天这段期间影响到台湾 预计丹纳斯往北走时 就会牵引新的低压洞起来影响台湾天气 不过未来变数仍大气象局严密观察 节奏报道